台湾第一支在日本甲子圆棒球场出赛 花莲原住民棒球队NOKO能高团 至今已经成立了100周年 为了纪念能高团的历史 花莲县体育会举办能高棒球节 全国三级棒球锦标赛 29号开始有进全国60支的队伍参赛 而31号开幕由华人国中棒球队开场表演 以回篮竹梦尽在花莲标语为球赛揭开了序幕 110年花莲能高棒球节纪全国三级棒球邀请赛 于10月29日至11月2日举办 31日上午在花莲县立棒球场举行开幕典礼 由花莲县华人国中棒球队开场表演 以回篮竹梦尽在花莲标语为球赛揭开序幕 祝福百年能高杯圆满成功 111八年纯终于回篮竹梦尽在花莲 GoGoGo 为今年能高团历史 花莲县府2017年编列经费 委托花莲县体育会举办能高棒球节 全国三级棒球锦标赛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原预计暑假办理的能高杯因此延期 考量国高中生打完疫苗不适合激烈运动 再延期到10月底 我们这次分两个球场来比赛 一个是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现在 脚踩的国际的棒球场以外 另外在平和国中 一个非常漂亮而且新颖的棒球场 另外在我们旁边的这个 我们国府棒球场区 也有三个场区来比赛 所以我想在这里 无论是周末或是这一段期间 全国的家长都来到花莲 来为我们的选手来支持 来鼓励 来给他们成为最大最大的靠生 花莲县政府也欢迎所有的选手 长期来到花莲来训练 今年特别增加社会组 让成年人也能下场打球 这次还有全国八强 来自高雄的浦门中学棒球队参赛 增加比赛张力 欢迎民众及家长到场为选手加油 记者蒋邦彦临时报导 请不吝点赛